第三题,成而把每代大理石碎块分别投入甲乙两室管中,且两者都加入一大量的锡盐酸5毫升,结果两管均产生气体,接着它检验收集到的气体,有关此实验的叙述下列何者正确? 我们看到甲氏管是每代加锡盐酸,活性大的金属加锡酸会产生氢气,所以甲产生氢气,而我们的乙氏管是大理石加盐酸,那么碳酸盐加锡酸会产生二氧化碳,所以乙氏管产生的是二氧化碳。 那么所以选项A说,甲氏管的气体,以点燃的火柴检验时会产生暴明酸,这个是对的,我们晓得氢气是有可燃性,点燃的时候会有暴明酸,选项A是对的。 选项B说,甲氏管气体通入成心石灰水中,成心石灰水中会变混浊,这个是变混浊的是二氧化碳,甲氏管是氢气,所以选项B是错的。 选项C,点燃的线箱靠近乙氏管,气体时会燃烧更旺盛,这是有助燃性,氧气才有助燃性,乙氏管是二氧化碳,不可燃不助燃,所以选项C是错的。 选项B说,实验后乙氏管容易的种种等于原本大理石碎块和Cn酸的种种量,这个叫做质量守恒,原则上应该是对,但是呢,要质量守恒, 必须要再把所有的产物都算进去,它才会质量守恒,而这一题会产生二氧化碳,会散掉,会溢湿,所以最后剩下的重量会比原来重量来的小,所以选项C是错的。 因此,第三题问我们说,下列何者正确,我们答案选的是A, 甲氏管气体已点燃的火柴检验时会产生暴明生。